姐姐是心病犯了 姐姐小时候发过一次 记者芈丽说 姐姐心病如果复发 就没命了 羽衣 羽衣 大王 羽衣是没用的 姐姐的心病 只有一天药能治 什么药 只有能治艾基的病 什么都可以 姐姐的病 只要一片玲珑心 熬药喝了就会好的 玲珑心是什么 人心 人心 人 人心何难 来人 大王 一般人的心是没用的 姐姐要的是一颗七窍玲珑心 七窍玲珑心 七窍玲珑心在哪 朝中只有一位大臣 位极人臣 他有一颗七窍玲珑心 只怕他不肯 不肯救姐姐 位极人臣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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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比干 哎呀 哎呀 爱基 哎呀 大王也舍不得了吧 爱基 不好 比干是朕的叔叔 我一定要借他一片七窍玲珑心 来救朕的爱基 来 宣比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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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干 今天朕宣你来不谈古事 只为了朕的爱基 星吐待毙 天下无药无智 只有你的心 臣的心 谁让你长了一颗七窍玲珑心呢 大王 心是何物 心乃人体之本啊 万物之灵苗 四象变化之根本 心正 则手足正 心不正 则手足不正啊 哼 比干 朕 向你借心一片 你是借还是不借大王 哈哈哈哈哈哈 你死到里头了好贼 哈哈哈哈 用不淫妇 我饶不了你 看谁饶不了谁 你杀了我子孙 我就关你心 大姐 我和你没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